希望川普总统小心隔离早日康复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证实 他与妻子梅兰尼亚的COVID-19检测呈阳性震惊各界 前总统马英九也对此表示 希望川普早日康复 另外对于日前发生的台积渔船 与日本公务船发生的碰撞事故 马英九则是认为蔡政府动作太慢 我最近要不是说要去查明真相吗 到现在我也还没看到啊 所以觉得动作太慢了 对啊 因为像在2008年我们那一年 日本也是海上保安厅的船 撞翻了我们的联合号码 结果他们后来道歉赔偿都做到了 所以海上保安厅第14管区 他亲自向我们道歉 还赔了一千多万 我们要赶快照这个模式来做 好 谢谢 谢谢 至于媒体问道 前台北县长周錫伟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一事 马英九则为多做回应 不过周錫伟二日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 提到12年前 照日本撞城的联合号海调船事件时透露 他那时向日本抗议 马英九还打电话劝他说 不希望与日本翻脸 新唐人爱电视瓷青旅黄霓峰 台湾台北报导 然后 它们要看 不过周錫伟一天